来关注国内疫情 截至昨天 全国有七个州署和直辖区 专门医治冠病患者的家户病房病床 使用率在50%以上 另外卫生部强调 该部不会发出有关接种第四剂 新冠肺炎疫苗的信息 民众受怵 不要相信网络流传的假讯息 收治冠病患者 家户病房病床使用率 在50%以上的州署和直辖区 分别是吉兰丹75% 柔佛68% 布城67% 吉隆坡58% 水兰额57% 槟城51% 以及马六甲50% 此外 全国基本传染指数方面 则是在本月9号开始 出现下降的趋势 目前降至1.03 卫生总监 为了确保4月1号开放国门后 国内疫情能够受到控制 民众应该要提高社区意识 个人遵守标准作业程式的责任 以及扩大现有的疫苗接种计划 早前 卫生部宣布 18岁以上已经接种科兴疫苗的人士 和60岁以上已经接种疫苗的年长者 都需要接种加强剂 以维持完整的疫苗接种状态 卫生部强调 这项措施的期限已经延长至本月31号 因此 从4月1号开始 还没接种加强剂的相关人士 他的马斯扎特状态将会从完成接种 转为未完成接种 柔佛周选已经在刚刚6点结束投票 到底这场堪称是最激烈的周选成绩 会如何 哪个政党又会是以最多数的席位来执政柔佛呢 现在就由驻守在柔佛的记者静依为你送上最新情况 柔佛周第15届市的主播柔佛周第15届州选举的投票程序 已经在刚刚傍晚6点正式结束 我目前是在柔佛周选委会更新 票选结果的记者会现场 那等下各选区的成绩都会再等下陆陆世事传到来这里 不过呢目前我都还没有掌握到任何一个选区的票选成绩 好 让大家重温一下这届的柔佛周选举哦 这些选举呢共有15个政党和239名候选人呢 角逐56个州一席 那柔佛周的执政门槛呢就视为29席 那如果以任何一个阵营想要以三分之二来执政柔佛周的话 那则必须赢得至少37席 那根据选委会公布的最新投票数据 在刚刚的下午4点柔佛的投票率为50% 只是刚刚好过了一半 那这一个数据啊和早前马路加沙拉越州选举的那个同个时间的数据相比 明显是不尽理想的 那这可能是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还有一些滞留在新加坡的游子啊无法回来投票 好虽然选委会其实说是投票中心会在下午6点半完6点结束 但是我收到的一些消息呢是在一个比各州一州选区 却有四间投票中心是提早提早关闭的 那分别是在下午2点和4点关闭 那导致一些选民啊前去投票呢支持了病门跟无法履行他们的公民义务 接下来就是楼佛总警长达特卡马路呢就指出那楼佛州的56个州一席的投票中心呢 进展都非常顺利而且没有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 不过呢有一些投票中心啊就发生了一些小插曲 其中一个投票中心呢就有一名确诊新冠肺炎的患者进入投票中心投票 而这一名患者呢还是处于第二阶段 那最后他就遭到了卫生局开出了罚单 好我目前是看到有很多的媒体记者已经陆陆续续来到这里啊 来关注这一个最新的一个官方成绩 那预计这一个呃结果呢会在稍后的晚上10点过后会才会出炉哦 好那接下来就是呃这个国阵呢 大伙将会在他们的呃国阵指挥中心呃公布这个最新的票选成绩 而西蒙呢将会在乐俊宏度假酒店来公布这个成绩哦 好以下就是呃记者静妮在现场为您带来的最新消息主播 谢谢静妮 今天是荣福州选举的投票日 共有253万9606名普通审民符合资格在今天投票 全荣福共有1031个投票中心 以及4638个投票渠道让选民投票 这也是时尚最多政党和还有候选人参选的州选举 竞争十分激烈 来看今天下午的投票情况 好今天我们在这一个投票中心呢 我们就遇到了这一个柏林州议席的候选人刘振东 那我们来看看他有什么话说 你对今天的这个SOP还满意吗 我想SOP还做得很好做得很仔细 我要趁这个机会感谢选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 这工作人员当中有一些是学校的老师 有一些是政府官员 有一些是私人界的 他们这些就是每一个投票站的负责人 我尽量拜访越多越好 我现在到每一个学校去巡视 我希望今天一直到算票都能够维持最高专业的程度 那确保说整个竞选过程顺利 整个竞选过程可以让选民的选票得到最大的这个表现 早上我巡视了几间投票中心了 我发现一切都是很顺利 都很smooth走得很好 而且我发现选举委员会也是有照顾到这些SOP 所以它的客室SALONA也比较多 用的学校也比较多 可能是要保障就不要挤在一起 所以这些都不错 而且我看到SALONA1 因为SALONA1多长是年长比较乐龄的 他们都准备移植 这一点是值得赞赏了 设想周到 然后都不错 只是说我去了几间所得到的feedback是说 可能投票率不是很理想 位于柏林州议席的Dama Sutra国校投票中心 共有4,081名符合资格的选民 其中一位选民就是大马民主联合阵线 或称为Muda的党主席Shay Saaday 他大约在早上10点 在候选人刘振东的陪同下 和他的家人一起浩浩荡荡来到投票中心 共同旅行公民责任 同时,18到20岁的选民 也是这一次周选的焦点之一 尽管外界目前对18岁投票政策 还是暴使着不一样的态度 但是作为这项政策推动者之一的 青体部前部长又有什么看法呢? 因为他们是统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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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所以我可以跟他在一起来看他投票 是非常有意义的 投票中心今天也有不少的首头族 以及18到20岁的选民前来投票 不知道他们又有何感想 就蛮开心啊 就是到我这个年龄可以 就是有自己的组建来投票 我们就通过平时的新闻 然后还有政党可能做的一些事情 以上的一些观点来做出一个决定 刚开始就不知道要投谁这样 然后后来是有看报纸 然后有问家人 他们就有给我给点意见这样子 他们也没有告诉我他们投谁 他们只是给我意见这样 记者也看到很多年过股息的年长者 在这么多届选举以来 都风雨不改的出来投票 一名在60岁才拿到公民权 他非常珍惜自己作为大马公民的权利 在今天投下他作为大马人的第二张选票 RTM中静尼采访报道 首相兼巫统副主席Dato Sri Ismail Sabri 今天前往柔佛新山 为国阵巫统干巴市州席候选人Dato Ramli 加油打气 另外柔佛总警长Dato Kamaruzaman表示 警方目前为止没有接获任何骚乱 或者争执的投报 各个选区的投票中心一切进展顺利 Ismail Sabri今天早上在推特贴文指出 他前往甘邦市州选区 菩提花园投票中心视察投票情况 希望本届州选举的投票过程顺利进行 Ismail Sabri是在大马皇家警察 选委会和卫生部的陪同下 前往投票中心 随后首相也在投票中心与选民们合照 Kamaruzaman指出 警方一共派出1万1千名警官和警员 到所有的投票中心监督 确保周选顺利落幕 其中他亲自到访了新山圣英康文女中去巡视 当职业出动交警管控该州各个大道 交通顺畅 并没有出现严重堵塞现象 只有地南部分道路 早上时段出现交通缓慢 因为选民都出来投票 不过之后就恢复正常 该州一共设置一千零二十一个投票站 共二百五十三万九千六百零六选民投票 国防部高级部长 达德斯伊伊莎姆林指出 根据他接获的报告显示 专程回乡投票的游子 不如上届全国大选踊跃 也是国阵巫统森布隆国会议员的伊莎姆林 今天早上与妻子在G联私里南巴花园宗教学校投票中心投票后 向媒体表示 本届柔佛州选举回乡投票的游子的确不多 特别是巴罗和嘉亨区的选民 他说游子是否回乡投票 以及把票投给那位候选人等都是他们的权利 任何人都无法强迫他们回家投票 伊莎姆林强调 有鉴于这是民主程序 因此在柔佛州选成绩出炉后 获得委托的候选人必须认真的为人民服务 他透露 昨天晚上最后一天的竞选活动 直到 他透露 昨天晚上最后一天的竞选活动 直到今天早上投票日都没有发生不愉快的事件 由此可见 各方都有遵守民主程序 让选民履行公民义务 目前为止 选举标准作业程序都执行得非常有次序 焦点转向刚巴市州选区 刚巴市巴鲁宗教学校投票站出现一对热灵夫妻 两人一同前来投票 他们自1974年开始 每届的选举都坚持出来投票 从来没有落下 今年是他们第11次参与选举 在投票站出现的这对夫妻 丈夫今年71岁 妻子69岁 两人自1974年参与第四届选举开始 每届大选都风雨不改 坚持出来投票 因为我们看到没有任何连续 现在每个地方都在各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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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样 需要的人士 本届州选举是我国首次允许十八岁及以上的选民参与投票 如福各选区的投票中心都出现手投足的身影 麻坡陪财华晓今天早上迎来三兄弟 对于第一次参与州选举的他们表现得非常兴奋 因为能够为新邦二南选区投出手中的一票 来看报道 我感到非常兴奋 因此因为今天是第一次参与 因为事初期而出的人数年 因为今天是一次参与证 所以我感到很高興地 所以在早上我都在睡覺 我感到很高興地 我感到很高興地 包括新增的18歲選民在內 本屆柔佛州選的合格選民 人數增長了將近30% 因此年輕選民的票數也非常關鍵 可以決定該州的未來發展 本屆柔佛州選民 本屆柔佛州選民 吉隆坡敦拉薩路印尼住馬大使館前方的路段 出現大約20公尺長的地線 有關当局已經積極展開維修工作 吉隆坡綜合交通資訊系統在臉書貼文表示 事故範圍主要是在相關路段的左邊車道 根據當局發布的圖片顯示 整個路面明顯出現凹陷 而車道的周邊也出現裂痕 有關當局目前已經在地線範圍拉起警戒線和設置路障 避免民眾繼續使用相關路段 與此同時吉隆坡市政局以及雪州水務管理公司 也正展開調查和維修工作 並奉勸道路使用者遵守交通規則 聽從交警的指示 儘管途經敦拉薩路1.6公里範圍稍微受到影響 但並沒有造成嚴重的交通拥堵 國家販毒機構甲州分值定下目標 預計將在2025年減少該州30%的毒販 當局已經確定沿海地區是其中一個高風險的販毒地點 將會嚴格管控和監督 國家販毒機構甲州分局局長 ワン・マデヒ表示 10個沿海地區已經被列為高風險販毒地點 涉及丹蓉吉寧、伯奴、瓜拉雙西巴魯和瓜拉寧儀 他今天在埃及勒為2022年馬六甲州級販毒日的活動致辭時 入境檢測城市來自第一風險級別國家和地區 以及通過疫苗接種者旅遊走廊VTL入境新加坡的遊客 只需在入境24小時內自行完成抗原快速檢測即可 不需要在專人監督下完成檢測 新加坡衛生部發文告宣布 這項新安排將從下個星期一14號深夜11點59分生效 文告提及 新加坡在上月22號簡化邊境措施和國家及地區的風險分類 為疫苗接種者旅遊做準備 過去幾週輸入病例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 只佔每日病例的約1% 這是因為很多國家已經過了Omicron的傳播峰值 新加坡衛生部指出 考慮到上述發展 新加坡進一步調整旅遊程式 把目前規定抵達抗原快速檢測ART 需在專人監督下完成 改成不受監督可自行完成的ART 這一節新聞報道完畢 我是朱敏瑜 感謝收看 Salaam Kalarga Milicia 再會